老母亲去世了,律师前来宣斗遗嘱 母亲留下了不少财产,以及一叠并非父亲写的情书 儿女如招惊雷,一向安受本分的母亲竟然偷过汉子 而且那个野汉子到死都还在给母亲写信 儿女更无法接受的是,母亲还在遗嘱中交代 不要把她和丈夫合上,而是将她火化,骨灰撒到一座桥下 为了搞清楚这桩无为人知的今天丑闻 儿女打开了母亲的储物箱 里面有几本日记,记录了母亲和一个男人 只认识四天,就飙车出轨的事件始末 此外还有一封写给他们的信 写信给自己的孩子并不容易 我本可以让这件事和我一起逝去 但年纪越大,顾虑越少 而越来越重要的是将事情说出 人活一世只是过客 如果离开人世也没让人知道你最爱的人是谁 是很可悲的 大家好,我说野哥 今天我们讲一部上映之后 造成美国离婚率飙升的饮食经典 狼桥一梦 故事还得从多年前说起 母亲名叫弗朗西斯卡,出生于意大利 父亲曾参军入伍 随军去欧洲时与母亲相识结合 之后弗朗西斯卡便嫁及随机 跟着丈夫从欧洲来到了美国小镇 成为了一个这个国家最普遍的家庭主妇 整日穿梭于厨房和菜地之间 他的时间首先属于丈夫 其次是儿女 最后才能剩下一点给自己 所以弗朗西斯卡最期盼的就是能给自己放个假 在儿子17岁,女儿16岁那年 他终于迎来了一个机会 丈夫要带着儿女去州里参加养牛比赛 大概要去4天 弗朗西斯卡依然决定留下看家 愉快地送走了丈夫与儿女 开启了期待已久的假期生活 慢悠悠地喝一杯香槟 听一首歌剧 无需担心被家务打断 五间十分 弗朗西斯卡遇到了一个问路的男人 他叫罗伯特是个摄影师 为国家地理杂志拍摄照片 他来找一座叫罗斯曼的廊桥 弗朗西斯卡真好知道这座桥的位置 但他难以用语言表述怎么走 于是反正也没啥事的弗朗西斯卡 决定亲自带罗伯特去一趟 罗伯特是个非常健谈 且很有品味的人 他说这里的泥土很香 充斥着浓郁的生机 但弗朗西斯卡却闻不到 可能是他久居此地习以为常的原因 但当罗伯特聊到 因为工作的缘故 他走遍地球 甚至去过弗朗西斯的老家 一个叫做巴黎的意大利小镇室 弗朗西斯卡眼里开始放光 罗伯特那次本来是要去希腊的 但经过那个小镇室 觉得风光实在迷人 于是便中途下车 停留了好几天 罗伯特说得很平静 但弗朗西斯卡心中一事 浪起掏用 这个男人也太浪漫 太随心了 我想我永远也无法做到 遇到美丽的风景就停下来 不一会儿 两人便抵达了罗斯曼桥 这座桥有些碾头了 在这个历史很短的国家里 算是当之无愧的古建筑 所以罗伯特会来这里拍摄 但今天只是彩点 要等明天光鲜好一些再拍 弗朗西斯卡让他尽情踩电 反正自己有的是时间 看着罗伯特摆弄摄像机 弗朗西斯卡其实觉得别有趣味 但为了掩饰自己的注意力 他又四处兜了一圈 没想到等他回来时 罗伯特竟然采了一束野花 弗朗西斯卡也不知为何 这个年过般百的老男人 愣是激发出了他 疑似的少女心 踩完点后 罗伯特将他送回了家 两人本该就此分别 但弗朗西斯卡却鬼死神差弹 多问了一句 要不要进屋喝杯茶 罗伯特欣然应邀 两人继续闲聊 主要是弗朗西斯卡在说他的生活 丈夫踏实能干脾气不错 是个很滋朴的农人 儿女们已经翅膀长硬 很快就要飞出家庭 在这个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西部小镇 乡亲们也都很友好 这里的方方面面 好像都还过得去 但唯独缺少了梦想 让弗朗西斯卡感觉不到激情 多年前那个充满幻想的糟女 似乎早已死在了意大利 罗伯特很能理解这种心情 他告诉弗朗西斯卡 他曾写过一段话 曾经的梦都是美梦 虽未成真 但庆幸我曾拥有过 罗伯特希望这段话 能缓解弗朗西斯卡的遗憾 因为即便他踏遍天涯 仍有遗憾常伴 弗朗西斯卡很有收获 天色已不早 他便挽留罗伯特 不如吃完晚饭再走 罗伯特当然答应 不吃白不吃嘛 趁着弗朗西斯卡 准备饭菜的功夫 罗伯特还洗了个澡 他很有分寸 没有用弗朗西斯卡家的浴室 而是在屋外的井边冲了个凉 洗完澡之后 罗伯特又来到厨房里 主动要求打下手 弗朗西斯卡绝大 很不可思议 大概是因为 愿意做家务的男人 实在是太稀有了 用餐期间 轮到罗伯特讲述自己 他大谈走南闯北的奇闻异事 由于自己长得太帅 有一次在非洲 还差点被母猩猩给强包了 这说出去谁敢信 风趣幽默的罗伯特 逗到弗朗西斯卡市 这种在工作中所获的乐趣 让弗朗西斯卡无比羡慕 但再一回味 又是无尽遗憾 因为一对比 弗朗西斯卡愈发觉得 他放弃教师工作 成为家庭主妇 并不是一个明知的选择 今天夜色还不错 罗伯特便提议 不如出门上个步 他们可以边走边谈 夜之的诗歌 弗朗西斯卡有点犹豫 但还是答应了这个提议 但一出门 他就显得很慌乱 不断的左顾右盼 生怕被人看见 走了不到20米就后悔了 转而对罗伯特说 要不还是回去喝杯酒吧 罗伯特看出了弗朗西斯卡的顾虑 他告诉弗朗西斯卡 两人的确没有做什么出格之举 但这里是乡下 一望是让嘴快的人看到 弗朗西斯卡明天就得唱全阵头条 所以他比较顾忌 而罗伯特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在主流的社会人员里 罗伯特算是个离经叛道者 他不喜欢束缚 因此早早结束了婚姻 一个人浪迹天涯 处处留情 逍遥快活 罗伯特觉得 美国这种家庭伦理观 其实是反人性的 不是所有男人都想当家庭知数 也不是所有女人都想做家庭主妇 没有人生来就渴望 养儿育女 需要家庭作为港湾 这种可以结合 但却难以结束的婚姻关系 其实无法让人长期感到幸福 只是一种可以让社会稳定的制度 是一种方便统治者管理的方式 聊到这里 罗伯特鬼死神差大多问了一罪 你想要离婚吗 你不想离婚吗 你不想离婚吗 罗伯特意识到是自己太过冒昧,天色已经不早,他也应该告辞了,搞得弗朗西斯卡有点内疚,好像是自己过于敏感,弄僵了气氛。罗伯特赶紧解释,绝非如此,措权在他,今晚很美好。 罗伯特走后,物质怎么大,弗朗西斯卡突然感到燥热难挨,看书,吹风,气凉油都止不住,无可奈何的弗朗西斯卡只得写下一张字条,连夜赶尔郎桥将字条接上,这才勉强稳住了欲念。 隔天,罗伯特在拍摄时发现了字条,白鹅舞动翅膀时若想晚餐,今晚工作后随时可来,这里借用的是夜资的诗文,在这小镇上,恐怕也只有罗伯特看得懂。 罗伯特给弗朗西斯卡回了电话,他接受邀请,不过今天光线很好,他要抓紧时间拍照片,可能要晚点才能复约吧。 当然,如果弗朗西斯卡有空的话,可以先去罗斯曼桥看他拍照。 弗朗西斯卡欣然答应,两人相约傍晚会面。 挂断电话后,弗朗西斯卡异常兴奋,对这次约会十分重视,不仅去镇上采买的食材,还去服装店特意买了一条新裙子,他已经很久都没有买过新衣服了。 罗伯特正在一家餐厅喝咖啡,一个颇有气质的女人走进餐厅,立马引来了全场大爷大马打,冷眼相夹,各种窃窃私语,指指点点。 原来,这是一个插足他人婚姻的小山。 在这个传统的小镇,女人无疑就是人人妥妻的道德重犯。 罗伯特不禁为弗朗西斯卡担忧了起来,他一个外地人倒是不怕惹什么是非,可弗朗西斯卡要是沾上流言蜚语,肯定会是个大麻烦。 所以,罗伯特赶紧给弗朗西斯卡打了个电话,如果感觉会遇到麻烦,就不要去桥上找他了,他不想让弗朗西斯卡陷入困境。 弗朗西斯卡很感动,罗伯特能如此替他着想,他也明白会有这样的隐患。 赶在落日的前面,两人顺利在狼桥相会。 弗朗西斯卡的神情就像是一个偷跑出来的少女,万般惊恐,千般娇羞,多巴胺像炸了水龙头一般,灰成一张足以倾倒老汉的容颜。 罗伯特赶紧将这些美好的瞬间用相机定格了下来,毫无疑问弗朗西斯卡进入了热恋,就连洗澡时都在亢奋一吟。 罗伯特呢,还算淡定,毕竟他也是见多识广,约女无术,但当换了一系深微裙的弗朗西斯卡朝他款款走来死,罗伯特只能收回刚才的信心,这有点把持不住啊。 他深刻理解了,为什么一个标准的少妇能够老少全杀,神鬼通知。 随即,两人还来了一支前夕般的轻歌漫舞,老兵的枪彻底压不住了,但妇女的意愿要尊重,生死礼节不能丢。 这一夜,两人都重返18岁。 弗朗西斯卡更是感觉,那个早已死在意大利的少女,还魂而归。 他心里装的全是罗伯特,在这样的时间里,他忘记了从前的自己,变成了另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比从前的自己更像自己。 第三天,为了得到没有束缚的二人世界,他们决定离开当地前往隔壁县,度过美好的一天,这样可以避免被熟人抓奸。 两人在一家酒吧喝到深夜,然后从床下滚到床上,床头滚到床位。 休息的间隙,罗伯特便向弗朗西斯卡禁述他的生平,他要让弗朗西斯卡经历他身体的同时,也阅读他的灵魂。 最后,不堪折腾的罗伯特沉沉睡去,但弗朗西斯卡却彻夜难眠,因为他知道美梦就要结束了,明天就是最后一天,过完明天,所有的美好都会消散如烟。 弗朗西斯卡的思绪乱成了马,他嘲笑自己不过是罗伯特约良生涯中的一致战绩。 今天过后,罗伯特就可以提上裤子走人,继续万花丛终过,遍夜不沾身。 罗伯特感到非常冤枉,他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会让弗朗西斯卡这样想他。 他绝非逢场作戏,而是将弗朗西斯卡视为灵魂真爱。 弗朗西斯卡的讽刺,只是想搞清楚,他在罗伯特心里的地上。 而罗伯特也给出了弗朗西斯卡想要的答案,只要弗朗西斯卡愿意,他就带他离开。 但得到这个想要的答案后,弗朗西斯卡却犯了难,因为他这么做,必将摧毁现在的家庭,家人也会被闲话淹没。 丈夫正值一生,从未伤天害理,不该受此遭遇。 女儿已经16岁,也许再过几年就会嫁人成家,自己的行为会给他树立什么榜样呢? 一考虑到这些,弗朗西斯卡立刻心灰意愣。 而且,他能够想到未来,如果他跟罗伯特走了,他们那美好的爱情,会因为道德亏欠而日益消散。 而他也永远无法逃脱负罪感,甚至两人的相识,最后都会被定义成一致,弥天大错。 所以,弗朗西斯卡希望能用遗憾作为代价,永远留住这四天的真爱。 这种结果难以逆改,一切早有定数。 因为当女人决定结婚生子时,在某一方面,她的生命就开始了,而另一方面,她的生命却停止了。 但罗伯特并不甘心,他知道弗朗西斯卡不过是处于选择的两难中,暂时被家庭占据了上风,但也绝对舍不得他。 所以,罗伯特让弗朗西斯卡不必马上做决定。 他会在这里多待几天,也许当他们再见面时,弗朗西斯卡就会改变主意。 隔天一早,家人如期归来,弗朗西斯卡强颜欢笑以受欢迎。 随着丈夫与儿女的回归,她过往的生活细节也被带了回来,不停的家务从早忙到晚。 弗朗西斯卡没有一份空险去想别的。 那燃情的四天,仿佛已经离他渐行渐远。 直到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大雨倾盆,弗朗西斯卡去镇上采买必需品,他买好东西正在车里等待丈夫,忽然在街对面发现了一尊熟悉的身形。 他在大雨中等待弗朗西斯卡最终的选择。 弗朗西斯卡注视他良久,随后用一个微笑表达了自己的决定。 他没有说话,同样回了一个微笑,表示尊重他的决定。 丈夫很快也回到了车上,就跟在罗伯特后面。 等红灯时,罗伯特探过身子拿东西。 弗朗西斯卡清晰地记得,八天之前,罗伯特也曾这样做过。 他的手臂插过弗朗西斯卡的大腿,犹如触电一般的感觉。 随即,罗伯特在后视镜挂上了弗朗西斯卡送给他的那件吊坠。 绿灯已经亮起,罗伯特却迟迟未动。 弗朗西斯卡的情绪再次像炸了水龙头一般的喷用。 他勤然自控,越来越后悔,甚至已经把手放在了门把上。 冲下去,爱情就在前面不远处,可最终他还是放了手。 眼睁睁看着罗伯特与他的梦想分道而行。 弗朗西斯卡知道他选错了,这么确定的爱情,一生只有一次。 但他必须这么选,因为他懂得人生不只有势不可挡的激情与欲望, 更有无法推卸的道德和责任。 爱情的承诺是,我爱你,但婚姻的承诺是,我不离开你。 接下来的生活当然还是柴米油盐,日子很乏味, 但弗朗西斯卡却愈来愈庆幸,当初没有因为欲望而放纵自己。 若是他与罗伯特失奔,爱情反而会消散, 而他与丈夫所共创的家庭也会沦为废墟。 丈夫当初肯定也感觉到了什么,但他从来没有问过其子。 直到多年后的弥留之际,他才对其子说, 我知道你有自己的梦想,非常遗憾我没能给你, 可我真的很爱你。 弗朗西斯卡对丈夫充满了感激, 也对人生有了新的体会, 发现这种深层的包容之爱, 其实并不亚于那种血脉喷脏的激情。 丈夫死后,没了道德压力的弗朗西斯卡, 开始设法联络罗伯特, 但罗伯特早已离开了国家地理杂志, 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 每年生日,弗朗西斯卡都会去他们道过的每一个地方。 直到丈夫死后的第三年, 罗伯特的死讯也随之传来。 原来当年离开弗朗西斯卡后, 罗伯特终生在位交过女伴, 在他的遗嘱里, 大量财产都留给了弗朗西斯卡。 即便是通知自己的死讯, 罗伯特也担心会给挚爱造成麻烦。 因此,弗朗西斯卡也无比感激罗伯特。 如果不是罗伯特的牺牲, 恐怕他无法在农场, 坚守那么多年。 所以弗朗西斯卡希望儿女知道这一切后, 能理解他最后的请求, 这绝非老多的傻话。 我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家人, 是时候该把灵魂交给罗伯特了。 最后,弗朗西斯卡想告诉孩子们, 人生苦短, 当然要追求自己的幸福, 但也许懂得好自为之, 尽量避免去伤害他人。 于是, 总想出轨循环的大儿子, 在得知母亲的故事后, 选择了珍惜家庭, 而不幸嫁了一个伟男的小女儿, 在建奥拉二十多年后, 终于决定, 解开世俗的枷锁, 跟丈夫聊聊离婚的事。 最后, 兄妹俩按照母亲的意思, 在一个傍晚, 将少女弗朗西斯卡的遗梦, 撒在了狼桥之下。 狼桥一梦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之道, 1995年上映的作品, 这是一部一生至少应该看三次以上的电影, 第一次是步入婚姻之前, 第二次是婚姻退去激情之时, 第三次是儿女离开, 又只剩下你们两个人的时候。 而这部片子之所以经典就在于, 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去看, 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甚至会有与之前截然相反的感受。 有网友说, 弗朗西斯卡在车里窝住车门, 又松开车门的那一刻, 爱情的意义一下子清晰了, 不是个人的欲望主宰着人类的情感, 而是责任和隐忍才让真爱凄美动人。 我一直觉得牵手拥抱是浅诚的亲密关系, 身体的赤裸也没办法触及到内心。 比这一切更亲密的事, 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袒露彼此, 分享我们对生活的遗憾和期待, 然后天亮以后各奔远方。 我在机场等一条船, 如果多一张船票, 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年轻的时候或许我会义无反顾, 但如今我觉得, 不走才是对彼此的慈悲。 爱亦随风起, 风子亦难平。 其实人生有遗憾是挺好的一件事, 我们的故事是如何开始的? 有些事就是这样, 不知不觉就开始了。 我们的故事是如何结束的? 有些事就是这样, 悄无声息就结束了。 所以我一直有种先见, 爱情不同意婚姻, 它必须是这般浓烈而短暂。 相爱很简单, 相处却很难。 婚姻最好的结局是不离不弃, 而爱情最美的结局却是意犹未尽。 感谢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